哈喽大家好 今天又是学生长的福利 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不开火的减脂餐 首先需要一碗100到150克的米饭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如果在家里做饭的话 可以做成糙米的或者是黑米的 这样的话饱腹感会更强一点 如果想要米饭更黏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的糯米 然后还需要一张这个紫菜 两个熟鸡蛋 一根黄瓜 最后就是我们的这个蟹柳 我之前推荐大家买的那种模拟蟹柳 是需要放冰箱的 这种是我新发现的 就是中放冰箱可以放在室温 所以会更适合学生党 它有90和140克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就好了 然后今天我选的酱汁 是这个日式的油醋汁 也是非常低脂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但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